香港今天举办法轮功反迫害记者会与游行活动 但原定参加的多位台湾学员却在香港机场遭到遣返 其中多数都是法轮功天国乐团的成员 十多位台湾学员目前已经在香港机场被滞留 九个小时 预计将在晚上九点五十五分抵达桃园机场 之后的情况我们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 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气势磅礴 每年在香港反迫害游行中都震撼大陆游客 今天天国乐团原定参加香港的反迫害活动 但多位学员却在昨天晚上与今天早上遭机场强行遣返 目前仍有十多位学员滞留香港机场 目前我们这个拘留室是十二位 因为其他拘留室我们看不到 十点到了吧 应该八个八九个小时了 目前仍在香港机场的学员表示 对方说他们的台胞证遭取消 却不给任何理由 天国乐团台湾北区指挥表示 港府打压阻挡不了这次讲真相行动 武力遣返在线 港府没给交代 十多位台湾法轮功学员 预计在今天晚上九点五十五分抵达桃园机场 新唐人亚特电视台湾台北报道